治疗关心病的费用高码 高宏心脏中心 副主任医师 关心病的治疗其实分了三种 最轻的大家都知道是药物治疗 我们吃一些口血管的药物 吃一些阿斯匹林 这个就没问题 像这种治疗的话 其实谈不到什么费用 基本上来说我们医保 包括慢性病 他都门诊都能报的 这个我觉得不用说 第二个就是用支架 关心病血管堵塞到 这个75%以上 我们说需要用支架来进行治疗 支架的话现在应该也便宜了 过去两三万 现在一两万一个没问题 所以说一般的话 我们现在国家规定是支架 是一次只能做三个支架 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住院的话 一次费用可能就是六七万 应该不会超过七八万 这个整体费用就够了 那么从贯卖搭桥来说 支架药物不行 这个支架也不行 那么你只能做开刀了 开刀的话 费用可能稍微要大一些 因为这个住院时间比较长 现在基本上的费用 应该在八九万左右 也该没问题 专家提示 一万左右 药